大家好 我是浩东 现在我们所处的位置是甘肃省的张业市 接下来我们就要一路向东 进入内蒙的巴丹吉林沙漠 走这个307国道 有一段沙漠公路要走 所以现在我们先到加油站来 把油加满 然后再加水 进沙漠一定要把水带的满满的 看到右边这个高墙了没有 这个应该就是古长城 由铁丝网保护起来的 这路边就有一个烽火台 旁边还立了一块小的碑 咱们看一下 是哪个朝代的 明长城大桥二号烽火台 建于明代 去摸一下 这应该是粘土修筑的 这下边只是一个基座 上面肯定还有一个 那个房子呀什么东西的 风火台是有士兵助手的 这应该就是一个基座 这形状有点奇怪啊 可能是有些地方已经坍塌了 你看这是原来的 这是原来的这一块 然后这块是后边补上去的 明显的看出来 还有这个角也是后边补上去的 泥的颜色不一样 看一眼咱们就走吧 你看山上的石头是黑的 现在叹化了 叹化了 你这两天也学会这个词了 现在我们马上走到这个内蒙的边界了 这边有一个加油站 刚才问了一下 加油站的工作人员说是 再往前走 可能加油站会非常非常的少 从这儿到那个宁夏的境内 在银川啊或者是那个乌海那一块的话 中间这一段全是沙漠公路 加油站不多 所以跟这个加油员要了两个尿素桶子 我们现在拿到卫生间去洗一下 然后再装满柴油 走 这个尿素桶我测试过 一桶可以装12升的水 两桶就是好 满了 有墨子 两桶下来就是差不多 25升油 245升油 245升的话能跑个多少 200公里 增加了200公里的续航 两桶装满了 170块钱 接近23升油 拿那个啥 拿个纸擦一下 擦干净 这油是比水清啊 提着 提着清新的 两桶油背在这 心里就踏实了 这段沙漠公路 总里程应该是个800多公里 咱们这个车的油箱是80升 按照百公里12升来说的话 稍微欠缺一点 背两桶油 绝对没问题 走 C型车空间大 空间大有空间大的好处 可以多携带物资 这就叫手里有粮 心里不慌啊 猛干界两公里 两公里以后就到内蒙了 现在路边的路牌上面 都带了蒙语的字了 这收费站杆子是抬起来的 收不收费啊 这不是高速啊 应该不用发卡 他这边没有收费窗口 哎 不用收费 200米后靠坐行驶 这路也太直了吧 一眼看过去 几十公里之内全是直路 你知道我看到的是什么吧 啥 我看到的是一眼望不到边 啥都没有 越走越胆怯是吧 心里哭唠唠的 这样的路就开启定速巡航 闭着眼睛往前走吧 前边出现了一个检查站 所有的车辆排队等候过境检查 现在的室外温度是37度 沙漠就是不一样啊 这是检查啥东西 这么慢的 检查人呢 还是检查车呢 还是检查车上东西呢 那咱带着两桶柴油 能不能过按键呀 检查车上东西呢 拿了没有 我不知道我再走 别在里面吧 我不知道啊 这是从里面打开的呢 啊 从里面打开的呢 从里面 你是 我看一下车里边几个人是吧 一共一家三口我们三个人 大人小孩 小孩大人 还有一个女的 哎呀下车 我先放一下 手啊 嗯 好了 去吧 谢谢 我身份认在你那个包里 我相信啊 啊 胸包里吧 哦 放一起吧 放那个手扶箱里吧 放到上面不就行了吗 这主要是查人 前方会有主隆 举报暴统犯罪